感觉上真的越来越冷了 这六都的交易量又衰退 十月减少至少有两成八 房市交易吹起冷风 六都买卖一转动数全面衰退 十月只有1.7万多栋 年减幅高达两成八 六都交易跌最多的是新北市 只有3800多栋 年减四成 更改写近20个月新低 台中因为过去几年新案量大 还有得撑长减幅最小只有7% 其他四都都少了两到三成 不少中古屋纷纷砍价求售 全台降价物件直线攀升 从今年初五千多件到七月 已经突破1.4万件 相较去年同期 我们来客数已经降大概两成左右 空棚跟升息的压力 看不到对房市有好的因素表现 因此对于有一些屋主 他如果杠杆操作太高的话 他就有可能有降价求售 房市由热转粮 双北市有建商祭出38万元 或5%的低首付来促销 高雄人武还有42年的透天错 原本开价1280万 卖两个月没人问 屋主出招加送一台宾市车 成功吸引买价贯注 我回到现实包票 超过十组吧 经济好像没有很景气 所以想说提升一下 中央北市的当百区 然后另外来说像是中南部 可能有一些比较边陲的区块 现阶段有一些业主 他会比较担心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有这个降价的动作 可能至少明年一整年的状况 都不是那么乐观 专家分析 目前买卖双方对房价没共识 不像去年愿意追高 导致成交量因此缩水 房市的后市难以乐观看待 三一顺顺宽宽 柠檬山